OK 那我們到第二道的這個堂做了 這道叫什麼 香茅煎焗M9鑊鑊 M9啊 你看這個花蜜多漂亮 還有一些海鹽 放鹽這個動作通常都很燒 放鹽這個過程已經燒著鑊 對 燒著鑊 停了 夠熱 夠熱 接著呢 哇 煎一煎 我想現在就行了 我可以翻臉了 一直要翻臉了 對 可能電視機前的你聞不到 但這裡的牛油香氣真的很燒 要煎到多成熟 2-3成 白蘭地 對 白蘭地 哇 漂亮 你看 油膩不油膩 再翻臉一點 切完之後給大家看看這個橫切面有多漂亮 這個就是我們的M9雪花牛肉的橫切面 三成熟的樣子 哇 鮮嫩到多汁到 好了 但是它還沒結束 因為一共還有第二個步驟 香茅焗的步驟 是 把鍋燒到很燙 好 放進去 哇 哇 一放進去 代表哥一起 哇 香茅的味道就在滲入牛肉 香茅味再加上牛油味的混合的那種香氣 很特別 入牛山一熟 哇 出爐了 上菜